不追随,不迎合,不证明,专注本质,胜过表象 驾用AEB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1.4TGDI发动机,激素双离合变速器 令天下为之所动,领动,领心而动 各位好,这就是由考狼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 我是范素 今天来说发生在台湾的特赦沉水扁的争议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因为多项贪污罪被判处监禁20年 去年1月5号获准保外就医 到今年3月份已经届满了14个月 3月底,台湾一届联盟基金会呼吁特赦陈水扁 而台北市长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柯文哲表示 身为医生,他同意保外就医 但是特赦是政治问题 应该交由新旧总统去烦恼 他希望马总统特赦沉水扁 表示一种蓝绿和解的气氛 而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在4月份提案 建议马英九在任内特赦沉水扁 随即让各界热烈讨论相关的问题 而绿营从立委到大佬都纷纷支持特赦 只是马英九持续冷处理 最后可能还是要等到蔡英文上任之后再解决 根据台湾三立新闻的报道 蔡英文对这个敏感议题相当低调 对媒体大声问要特赦阿扁总统吗 蔡英文回应了一句听不到 对此民进党大佬谢长廷也讲出了这个棘手问题的争结点 并非在于法律层面而是个政治问题 事实上谢长廷支持的是由马英九特赦沉水扁 这样能创造所谓的蓝绿和解的空间 而民进党的另外一位大佬苏贞昌则直言 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 但并没有表态这个人是马英九还是蔡英文 而另外一位民进党的创党主席许新良则认为 特赦阿扁是马英九对台湾的最后贡献 不过呢马英九却频频地打太极 只说别案还有很多都在审理中 所以现在无法特赦 不仅如此高等法院更将会在5月13号 再次开庭审理阿扁夫妇的国务纪要费贪玩 其实呢在台湾政坛特赦沉水扁 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消失的议题 可是为什么会在马英九任期仅剩一个月的时候 再度被民进党抛出 特赦沉水扁的理由是什么 不特赦他是因为政治还是司法 陈水扁不是贪污犯吗 而且他也没有忏悔和认过错 凭什么要被特赦呢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请两位嘉宾回答相关的问题 一位呢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廖达奇教授 另外一位是我们熟悉的马军 凤凰周刊台湾问题记者 我先来请教廖教授 可能很多大陆网友会疑惑 一个已经被法定的贪污犯 为什么会屡屡被要求特赦 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前总统吗 我们来听廖教授怎么回答 其实台湾的南部深层 有些人认为台湾贪污犯是一个政治迫害 所构成的一个罪名 而且是因为马英九上台 这都可以政治很多事情是可以构造出来的 我们叫建构出来的 那他问题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 那他们认为这种司法什么的 都在马英九这种可以影响之下 行对陈世平的罗治罪名 那他们也认为 那陈世平自己也辞不认罪 那么陈世平也认为他是 所有的钱不管怎么样 是建国基金 那比如说台湾建国的一个钱 对这些基本教育来讲 那建国反国民党 或者反中国霸权 是一个神圣无比的使命 那你要做这些事情 就像当初革命一样 你会牺牲 那就拿这些钱就算什么 他不认为这叫贪污 这叫做政治迫害 所以在台湾社会 有一群人是这样子相信的 好 我暂时先请教廖教授这一个问题 接下来问马军 为什么会在马英九仅剩下 一个月任期的时候 抛出这个议题 就不能让蔡英文上台之后处理吗 他们肯定不想让蔡英文接这个球呢 我们现在看在这个局里面 现在有三方 第一就是陈水扁及其家人 及其支持者 第二方呢 就是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第三方呢 就是国民党 对于陈水扁和他的家人来说呢 他肯定希望这个时候拿到一个特赦 不管是马英九特赦 还是蔡英文特赦 他拿到一个特赦 他就踏实了 但是对于他的支持者 始终支持者来说 尤其像这次咱们看到是台南市议会和高雄市议会 来推动的这件事 在台南和高雄 陈水扁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人物了 陈水扁和他主当的那些对上大陆啊 这就是台独几乎是一个信仰 现在在台南在高雄 有多少老百姓非常朴实的当地的农民 就坚定的认为陈水扁贪污的那个钱 就是台独的建国基金 我在台南曾经碰到过一个卖面的一个老先生 那个老先生被 好像陈水扁吃过他家的面 然后给他封了一个叫什么面条博士 还是什么面博士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个老先生说 他现在活着的唯一的一个 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就是希望有一天陈水扁能够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然后能够恢复到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在南部 尤其是在高雄 台南陈水扁老家这些地方 他们的民众是肯定会向他们所 所带的民意代表去施压的 而且这些台南的议员 高雄的议员尤其绿型的 基本上和陈水扁都有很强的关系 陈水扁在入议的第一次选举 是当时的议会的议员的选举的时候 陈水扁那个派系的 74个人好像有72个人当选 那个当选率是台湾整个所有政治派系 不管是两个党也好 两个党下面的小的派系也好 当选率是最高的 就可见他在中南部的支持率 是极其极其高的 所以不管是马英九 还是这个蔡英文也好 他们的这些支持者 肯定是希望陈水扁得到特色的 但是对于理性的民进党的 这些政治人物来说 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局 让马英九解了 比这个蔡英文来解更好 至少给蔡英文的压力更小 所以呢这件事情实话实说 我觉得民进党这次的摄像 其实是很难看的 因为他们之前说 服贸协议你马英九不能碰 这个要民进党上来 用新民意来解决 那这个两岸监督条例 你马英九不能碰 你去大陆和民进会谈 马英九不能碰 要找新民意 那为什么单单陈水扁这个事件 要马英九碰 不要参业人碰呢 这件事是讲不清道理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 理性的一个政治盘算 而以国民党来说 它这次的这个回应 因为我之前 这时候我说 国民党的回应 肯定跟以前的是一样的 首先 陈水扁所涉及到的 将近十个弊案里面 只宣判了一半 然后另外有一半 还在审理之中 审理之中的案子 是不能够测试的 而且你陈水扁到现在来 还没有认罪 你既然没有认罪 就不能测试 因为测试 就是在你有确定 有罪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向社会道歉 真起我错了 然后大家通过社会观瞻 通过各种理由 包括总统的 这个一个特权 就把你测试掉 那陈水扁 首先你现在犯罪的部分 确凿犯罪的部分 还没有认罪 其次在那些 还没有审判完 没有审完的这个案子的部分 你陈水扁有没有罪 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马英九宣布 把陈水扁测试 基本上就等于 给了陈水扁一个口实 那陈水扁将来 就可以咬你口说 你看你是政治报复 是吧 我根本就 我一 没有承认有罪 然后二 很多案子还在这个审理当中 所以你就是政治报复 然后你现在迫于 你的民意支持度低 迫于你的这个 各方面的政治压力 然后你宣布我 这个没罪 其实就是你打你自己的脸 马英九和吴丁玉 这个时候 肯定不会打自己的脸 所以这件事情 在现在抛出来 在我看来 也可能是利益 给马英九最后一招了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大量的 扁朝的人员 重新又回到了 蔡英文的旗下 前段时间 蔡英文博士 公布了一大批的 这个内阁名单 就是行政院的 这样的一批 内阁名单 好像首批 是公布了11个人 有7个 是扁典当时的官员 你就可见 虽然经过了8年的时间 陈时典的影响力 在台湾还是 怎么说还是 非常非常坚固的 因为陈时典在执政的 最后两年 他2006年 他的B案爆发出来之后 陈时典用了一招 非常高明的一招 他把民进党 所有想做官的人 基本上全都封了一遍 基本上给每个人 都安排这个官职 这些人有的 就在位置上待了一年 有的甚至待了半年 待了三个月 但是这批人待了三个月之后 他有一个好处 他退休之后 或者他跟这个官职下来之后 他就可以拿着这个 相应的这个部党也好 相应一个主委的这个退休金 或者是一个官员的 这样一个 一个礼遇 卸任之后的一个礼遇 所以这些人 对陈时典都是 不能说言听计从 但是至少在政治上 和利益上 是把这些人绑定了 到陈时典 最惨的那段时间 民进党都想和他 切割的那段时间 陈时典的女儿 陈静瑜就出来 对媒体公开放话 说现在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 吴敦马哥 没拿过我爸爸的钱 肯定没拿过我爸爸的钱 苏丹昌 学长卿 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 这个话说完之后 这些人马上乖乖的规律 就表示利平辞职 通知国民党政府 这个是通知当时的检调 说是蓝绿分野 什么政治办案什么的 都可见陈时典用 利益绑定了 这个地方 把大家捆得死死的 这些人上来说 出于感情 出于信仰 出于利益 他肯定要在这个时候 对于再次特车点 那个问题 就给大家一个看法 在我看来 只是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现在就剩下那一个月 他们为什么不早点提 这个事情已经提过 太多太多次了 在蔡英文选举之前 因为为了最后稳 为了避免大家再度连接 这个贪腐的阿比尔 和蔡英文选举 这样的一个联系 所以就没提这个事 但是在之前2014年的 那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那次十月二十九号投票 国民党除了新的事保留下来之后 大部分的这个现实都输掉了 那次选举的时候 之前就说过好多次 要对陈水扁进行这样的一个 这个保安就医啊 或者是特赦一号 最后还是保安就医了嘛 那个时候就有人 就有国民党的智囊 给满足出主意 所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宣布特赦陈水扁 或者把陈水扁 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让陈水扁去冲击 这个民进党的选庭 让大家再度 把民进党的摊腐 和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候选 都捆绑起来 但是那一次 其实这个事情 发酵的也是挺大的 但是是没有 就是在选举完了之后 应该是十一月份选举 然后第二年的一月份 春日展示放出来了 还是十二月份春日展示放出来了 大家当时就觉得 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因素嘛 其实在我看来 只是一个法律上的 这样的一个作文 满酒觉得这个是合法的 就这样做了 因为满酒的性格 它其实是一个法将 就是台湾历来的这些政治人物 除了满酒之外 都是政治人 政治人就是可以不顾法律 然后自己去解释 然后自己就做了这个事情 满酒是一个 典型的一个法将 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合法 他就不做 甚至这件事情合法 但是社会观瞻不好 他也去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像春日展特赦 这个事情是一直在吵 只是最近这段时间 比较密集而已 那我看他们有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这个 柯文哲他就表态说 如果特赦了 他可以促成蓝绿和解 那还有人就说 特赦陈水扁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问题 他从头到尾就是个政治问题 那其实这些 是不是也只是一些托词 或者或者理由 因为他既不能达到 所谓的蓝绿和解 他根本上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 他一开始就是法律问题 这个中间到底怎么去理解 他们的这些说法 我是经过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 在我做那个陈水扁出狱的 那个时候 基本上把他整个的这个流程 走了一遍 然后去查阅了好多他的一些 之前他在监狱里面出的很多书 陈水扁那里面 搞错做了很多的 后来我发现 我刚开始以为 单纯的以为 这个是一个法律事件 然后把台湾所有的 可以保爱救一的 可以特赦 能够法律全能研究了一遍 后来我采访了蓝营的 绿营的 各个派系的人物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 单纯的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是一个百分百的政治问题 其实和法律 并没有太多的官员 你是说特赦还是审判他 就是政治问题 或者说法律可以进行各方面的解释 如果说我想特赦 比如说蔡英文上来之后 想特赦承这点很简单 就说陈水扁的这个事情 根据法律来说 已经审了快十年了 到现在也没审出过 所以这个案子 我们就把它close了 在法律上就说 这个事情已结案了 或者说终止审判 终止审判就说明 这个案子是一个选案 是一个疑案 那这个案子就等同于他没有立案了 或者等同于销案了 那就可以给他一个测试 说这个案子是证明陈水扁无备的 如果马银九接下来 比如说国民党继续选赢了 部里能选赢了 那完全可以说案子在侦查期 这个不给陈水扁测试 再说保外就一这件事情 完全可以说陈水扁在 比如现在他放到外面了 对吧 所以那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身体好软了 一种是身体没有好软 那身体好软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 陈水扁身体好软了 符合被关押的规定 所以把陈水扁重新关到阵营 也可以说陈水扁因为身体没有好软 所以这个他在外面和在里面是一样的 那就把陈水扁重新关进去 所以同样的一个法律 通过政治人物不同的说法 是可以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方式的 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其实都是合理 都是说得过去的 都是可以通过让法律来解释的 所以这件事情百分之道是一个政治案件 尤其是我们来看前段时间红色鹿当选 然后我之前也在咱们节目里面说 说这件事情可以说是 这个台湾人逐渐不认同 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其实陈水扁我们看他关起来 然后到现在持续八年 民党卷土重来 可见当时陈水扁他关起来完全是一个贪负问题 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柯文哲的那个话其实并不是很合理或者站得住的 蓝绿对立肯定不是因为陈水扁的贪负问题而对立的 蓝绿对立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因为统统的问题 因为国家论统的问题 要对立起来的 所以你就把陈水扁撤了 把陈水扁彻底放出来了 能够缓解蓝绿对立吗 如果放出来了 陈水扁三角蓝绿一口 然后说蓝绿是特权办案 然后国民党这帮人又反扑 蓝绿的就是在蓝绿下台的之后 然后绿营的那帮人又从高雄台南天天去围攻蓝绿在木大的那个家 那这个事情是缓解了蓝绿对立还是激发了蓝绿对立呢 所以他那个事情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说法 站不住 所以我们就这么理解 当时陈水扁被抓被判的时候 他是因为法律而起 但是你中间关于特赦的那些讨论 他政治 他的本质是政治问题 是这么意思对吧 说因为特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让政治在法律的面前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就好像大陆的上访制度 对吧 因为你说我的上级欺负我了 我去上访他 这个因为完全我去告他 这完全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制度 但是上访制度其实就是一个行动力 对法律的一个对司法的一个干预 那特赦其实就是给了总统这样最高的一个行政权 敢以司法的一个特权 那你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事件 还是一个法律事件 那显然是一个政治事件 好 谢谢马军 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廖教授的看法 另外还想从他那知道 台湾民众对炒作陈水扁话题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感 其实这整个的事件早已是由南部几个 比较属于算是比较积极 台独主张的支持者所提出来 台教会还有包括一些医生联盟 那他们提出来 那这中间其实蛮有趣的 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是要求马英九来特赦 那恐怕这个议题的背后 其实是说给蔡英文听的 因为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这么一个多月了 而且整个的这个状况来讲 要马英九特赦 其实是看起来是几乎不可能 现在他们想出来的理由说是蓝绿和解 好像有一些什么历史经营 包括高雄的市长陈迪正说 赖金得这么请 后来那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搭上一条 那我想这基本上大概他们得到的 就是这些比较南台湾的台独 比较算是比较激进支持者 可能得到的一个讯息跟感受是 蔡英文如果当选总统 恐怕也不会特赦陈飞脸 那而且在整个蔡英文 整整个组织政府的这个过程里面 过去读的声音都被压下来 那他们也因为在蔡英文要选总统的过程里面 表现得非常的克制 因为蔡英文在整个路线上是维持现状 对于两岸关系上面不是太琢磨 那也没有积极呼唤 就是说台独主张政治的一些诉求 那所以这些台独比较强 传统的台独比较积极主张者吧 Fondamentally叫基本教育派吧 那比较是按捺住新的先拿到政权来说 刚拿到政权1月16号赢了以后 那这段时间大概包括人事的铺陈 就蔡英文的未来行政院各方面的铺陈上面 看起来都会离所谓的传统台独路线会比较远 那更倾向中间甚至也打了一些 比方说林权也明示着他是一个外省的第二代 那这些可能的作为上面 让这些台独基本教育派觉得说 上来了可能你的做法上面 跟马英九的距离不是那么的远 那我们这些人忍气吞声陪着打拼 终于等到民党赢的这一刻以后 发现未来好像像陈俊扁这样的角色 也都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 他们认为是一个委屈嘛 就是这个政治是一个政治打压 所以这种喊叫 其实对马英九来讲 马英九太队也表明了 他已经给他是保外就医 那已经算是用总统的一种权力 来做了一个对阿扁已经表示善意 而且那时候在保外就医所 也就是说这是也是一个男女合体的象征 但是保外就医即使做了男女也没有合体 那马英九还照样被骂得很凶嘛 那所以大概马英九这边的反应呢 辅方的反应就一直认为说 这还有很多法律程序 阿扁也从来没有认罪嘛 还认罪才有特色 那下面他还有一些案子 目前还要在审理啊 那所以要谈特色 研究过早 何况他没有认罪 那所以而且马政府剩下任期一个多月 那很多重大政策都已经被蔡英文的 这个还没有上线的这些 包括这个张景森的一些要求 不要进行啊 那所以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又非要他进行不可 那以任何以常理逻辑 常情常理 蔡英文大可在他上任以后 对陈水扁特色化 以情来讲也是蔡英文对跟陈水扁 应该比马英九跟陈水扁更有情嘛 那以兰丽和解这个大帽子来讲呢 过去马英九也不是没有释出善意 但是也没有得到真正正式的效果了 所以我想独派这样子在南部的呼喊 是表示这一路蔡英文从打选战到现在 原因到现在要组织政府 独派声音其实是被压抑的 那等于说现在先丢出这个议题 那其实就是我说的巷装五箭之在配工 他不是真的要马英九这边怎么样 那当然也是给马英九制造点难题了 那也推卸一些将来的责任了 那但是在背后整个议题做的事上是喊给蔡英文听的 那也让蔡英文其实上手以后 现在慢慢舆论风向于说 那也很多民进党都说 蔡英文也可以处理啊 对不对 那一个多月的现在是明四月十几号了 那马上就五月二十了 那这个时间怎么会让马英九再去做这么大动作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多层意义 那其实也显示蔡英文在未来的治理上面 现在她现在走中间路线 也有所谓的全民政府也尽量希望广纳各方的人才 但是她的基本教育派 她没有去好好的回顾或者好好的安抚的话 将来现在不要说将来执政 现在就已经会是成为她的问题了 那另外我想知道这个话题又重新开始在台湾炒作起来 老百姓们到底观感怎么样 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审美批刀的议题吗 其实在台湾这个阿扁的议题 就是divided的 就是分裂的 那其实还是会跟着那个 比较那个所谓泛乱泛绿的板块有关 那当然有些比较有些深绿之者 尤其是南部民间是很同情了 对于城市里还有 有别迷们 还有这些阿扁华生们会觉得说 他就是受委屈的 他是被政治迫害的 那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仇一定要抱在马英九身上 将来一定要把马英九也摆到监狱里面 这个说法一直在这么说了 那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 特殊阿扁是绝对是天经地义 但是马英九会不会因为特殊阿扁 就得到这些人的谅解 看起来也不太容易 那第二天呢 也有些诗男的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还有这么多的法律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诗男 还有一般比较有法律尝试 也比较希望台湾社会是走清廉 正直的路线的 算是比较中间的选民 也觉得凭什么 现在很像他保外就已经有很多特权 吴淑珍也是住在家里 那他还有这么多法律问题没有澄清 而且他才被纽约时报 公布他是全世界第二号的财务犯 在国外的揭发的数据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比较是中间的中产阶级 会说一些比较蓝阴的其实就觉得 你们很久再做的话 你就根本不要混了 所以马英九现在如果他真的做了特色的话 他连他最低属的 他已经在很多政策上是两边都得对 他没有讨好的绿营其实也得对深了 包括军工教的很多凯克 他的比较是蓝阴的知识者 所以他在座的话 其实他自己原来的知识的base 基础可能都会流失 就已经都已经够薄老 曾经直到9% 所以台湾社会对于陈志炳的特色 本来就是divide 就是一个比较分歧的 很难有共识 那我的了解甚至蔡英文也了解这种分歧 所以他大概去看过陈志炳 也是表示说他可能不会用特色 所以独派才提了 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提 那背后当然还有很多策略 包括他们说也要转移一下 号鼎台湾的号鼎按键嘛 号鼎那个股票炒作的事情 也轻易到蔡英文家族 也希望用这个存续比较的特色一切 来转移新闻的焦点 让大家忘记要讨厌这个事情 因为新闻都是特色一切嘛 所以有多重的功用嘛 那对于蔡英文来讲 反正这也是独派开始 要讨价还价的一个论题 但基本上实施的假议题 就是他其实不可能 包括将来蔡英文 恐怕都很难做到 谢谢廖教授 其实马军呢 曾经去过台湾 采访过陈水扁 被关押的相关的情况 比如说去过他的监狱 有些细节 他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来具体听他的讲述 陈水扁在里面 陈水扁以前在 他最早在那个审判的期间 是住到新闻市的土床看守所 后面是关到了他的监狱 然后身体出现问题之后呢 转移到了台中的陪德定监 那个台中的陪德定监 是全台湾的一个 到医院的监狱 那个陪德定监里面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其实更像是一个 单身公寓有床 有书桌 有沙发 有空桥 甚至有冰箱 它的冰箱里的东西 每天就有人 这么给它来清 因为有外面的什么阿扁 只有阿扁 支持会的那样的一些 大妈们 一些这个中老年妇女 每天给陈水扁送饭的 他们觉得陈水扁的这个 火石肯定男就得下毒了 这个可能大妈就 把陈水扁搞成这个样子呢 肯定没有火石 监狱的火石有问题 所以他们是从来不相信 这个监狱里面的火石 每天给陈水扁送饭 这个是别的病人 完全没有的领域 然后他就从早餐到午餐 到晚餐 在宵夜 然后从这个素食 肉食到水果 什么肉蛋 这个供应食 非常非常好的 它的冰箱是光不大的 每天都有人要 要么给它丢掉 因为这个送饭里面太多了 然后他在里面是有自己的一个鱼尺 有自己的菜园子 然后吴苏丹去探望他 几乎没有时间限制 在这个台中陪着监狱的 就是他出狱的这个前一段时间里面 吴苏丹几乎是每天24小时 在监狱里陪他的 所以除了没有什么个人自业之外 那个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监狱 更像是阮金 然后他的那些医生 在那个病间里面 专门陪他一个人的医生 有六个 这六个医生 就几乎全都是 他指定他认可的 台湾比较有名医院的 主任局的医师 在这个病间里面 其实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医疗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只是不断地通过 这个摔倒啊 口吃啊 漏尿啊 在这边睡觉 这样的一些新闻 让他在这个市面上 有更多的声音 比如说他生病了 我们给他移到台中的监狱 他嫌条件不好 给他移到苗栗的监狱 他移到台中的医院 苗栗的医院 他嫌条件不好 最后要一定要去 这个台北住院 台北呢 是台大医院的 还是什么 农民总医院 他也要挑 因为他觉得 这些医院有颜色啊 我不要去蓝色的医院 我要去绿色的医院 我要让我这个 我新的过的医师来治疗我 所以其实在医疗条件 这方面来看 他是全台湾最受理议的 这样的一种 他在里面的那个生活 其实是 在外面 在我看来 医疗条件是没有什么 太大差别的 他从医院搬到 他的这个高雄的住途之后 也没听说 他再次什么突发 什么情况 要去这个医院 再治疗 完全的了 嗯 可见他的身体状况 从现在来说 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看了他 里面的那些事情 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啊 或者是我个人专业 我觉得 你们假装的成员 会比较大 虽然给我那些 光瓣的那个人说 他在里面 已经几乎承认 一个废人的什么 但是蓝颖的一些人 假装 陈时远智的人 的战斗意识啊 是全台湾政治人物里面 最好的 他可以为了 处于做任何事情 哪怕周锋脉杀 装病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 当然这个是我 对他的一个判断 嗯 所以他这次 出来闹也好啊 包括他的儿子 包括高雄的那些人 出来闹也好 我觉得是 那个 是一个纯属的 一个政治操作 我当时还采访过 一个高雄市 一个议员 那个议员是一个僧人 一个和尚 嗯 他是成员点 那个派系 一个死亡支持者 他那个时候 他说 当时高雄的那些 老板性信仰 陈时远在什么地步 去 东东府前面的 树上自杀 啊 这个 对 这个台湾都是有的 有的人 对了呼吁 蛮酒 犯到陈时远 就是被陈时远 那些精神所感到 然后去自杀 然后这个人的超度 都是这个陈时远 台系的这个和尚 骂他做的 像这样的事情 在台湾都有的 所以陈时远 越是 做这样的举动 是呼吁特赦啊 博士不吉坦啊 什么的 也是能够提起 他南部的 一些人的支持 这个是 百分之百的政治指定 陈时远 太会玩这些东西了 包括他的这个 乌斯敦 瘫痪的老公 是他这个博取 大家同情的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包括他在台上的时候 人们为了他 拍的那个 阿别与阿珍的 那套电视剧 包括他 并选广告里面 说铁汉油情 说有一个男人 每天晚上要 起床底子 去抱着他 看幻的老婆 上厕所 这些广告 这个是陈时远 玩了多少年的东西了 所以他现在 做出这样的举动 其实是 完全在意料之内的 好的 多谢马军 那其实在台湾呢 有些政治议题 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 陷入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的怪论里 他时不时 因为一些政治环境 和政治条件的变化 又被拿出来吵一吵 北岸 就是其中的一例 好了 谢谢你收听 今天的考评会 翻速在香港 祝你平安快乐 欢迎大家参与 跟我们的互动 加入到我们的 微信群的讨论当中来 还是先添加 小考拉的微信 这是一个微信私人号 微信号是 newsroom0714 加入之后呢 要先通过 他的简单的面试 好 我们群里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